各位男道鄉親,大家好,我是蔡美娟 歡迎收看今天四月二十五個月的男道新聞 台灣新政府基盤一百零五年 台風既然風潮進步的表擁台會 由到新知識林靖傑親身來主持 男道官總共有十幾位民眾來投奏 過去他們在台風做了這麼多選擇 而且是關鍵弱勢團體 一旦說是社會上最好的目光 男道官副管理員鄧靖雄也特別來見到 希望透過這個表擁活動 讓更多人管理由這個社會來負責 在新政府主席的段階之下 把我獎賞 讓一百零五年台風既爭的風潮人物 感謝他們對社會負責 由於我們鄉鎮公所 還有我們的縣政府的推薦 各位是代表南投 所以說 各南投有這麼多溫馨的 種子的風潮人物 開出這麼好的花朵 所以非常的感恩 南投有各位很好 也就是我們台灣有各位 真的是很好 為了愛心 繼續在社會流團 台灣新政府基盤標榮大會 我們到關副管理員 也讓行政為大家願意 確保目前 始終日下 整個社會的整個 形態的改變 確實有震衰起逼的作用 當然如果能 每個縣市 每個基準人士 都能透過這種關係 來接受到表揚 我們未來的社會 應該會更好 南投官總共有12位民眾中 過去在地上 都做了很多選手 不然是關懷有些團體 變相時也在社會 照顧中壁 可以說是社會上 最好的模範 非常感謝 今天可以得獎 我非常感謝 神府辦這個活動 那對於未來 我希望說 因為我在熱領的區塊 我希望可以說 和長輩們一起快樂 一起成長 帶給大家 健康快樂的一個 有品質的生活 雖然典禮簡單 不過非常隆重 也讓受獎人 獲得了相當多的肯定 跟報導 做外面我們也祝福 我們社會 有更多的荒草人類出現 這裡不要用多黨 已經基盤了六年 可以看到新政府 對社會愛心 是非常重視 他們希望透過多黨 讓更多人 萬一為助手付出 讓社會充滿國家的愛心 近日節目上 蔡英文報導